一起惊险的车祸 台南市盐水发生了一起车祸意外 一名富人在开车 结果突然恍神偏离了车道 直接冲撞了对象的大货车 小轿车的女驾驶下的脸色惨白 左车门被撞得稀烂 大货车闪避不及也搬车了 而车上的废铁片散落一地 小轿车撞得车门凹陷 前方保险感也看不出原本外观 还有一颗轮胎被撞飞好几公尺远 女驾驶满脸惊恐 消防队员紧急替他包扎伤口 8号中午小轿车开往沿水潮情路时 疑似晃神 竟然开车冲向对面车道 当时这辆大货车为了闪避 车子也不胜翻覆 车内的废铁片散落一地 所信富人只有皮肉伤 没有生命危险 但倒霉的大货车为了闪避 车头整个冲进田里 车称还180度翻覆 到底是富人谎神 还是有其他原因 警方还要再调查 记者高燕泰王少宇台南报导 我们下期会访者高燕泰王少宇台 会访者高燕泰王少宇台南报导 小燕泰王少宇台南报导 大货轿舍